大家好,很快呢我们就要迎来了新春假节了 那么在节日到来之前呢,现在看病呢 也因为疫情啊,病人也逐渐的减少了 但是呢,却少不了在手机上的问候 有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呢 就表示问候,还要问我 还问说,王教授有什么还没有准备的东西 我们帮你去准备吧 我非常感谢大家啊 同时也有朋友就打电话咨询呢 说是这个,有人说了 说喝酒能够活血化育 而且呢,我也感觉到了 喝酒呢,能够暖身 就问我这个是真的吗 有道理吗 其实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 喝酒呢,能够活血化育 要看什么情况下 有的时候呢,我们喝酒是住性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喝酒呢 说是治病的,对吧 那是什么酒呢 住性的酒肯定是我们居家都有的 比如说啤酒,红酒,冰酒,白酒 各种各样的酒 但是我在这里强调,我们一定要喝纯粮式酿的酒 像市场上有很多用一点点纯粮式酒 然后用不法的方法去勾兑的这些酒 肯定不能去喝 而且纯粮式酿的酒 我们早在远古的时候 我们的国人就研究出来 用树米,也就是粮式酿的酒 叫树米羹 我们也在南方地区有很多家庭呢 现在还沿用了这种古老的酿制方法 我们所喝的烙草 就非常口感非常好的 那么喝了这个酒呢 我们大家有感觉 喝了酒之后 有些人在没有喝过酒的情况下 或者是不胜酒力的情况下 喝了米酒也好 或者喝了酒也好 是不是你发现自己的心率给快了 对吧 那么心率快 血管就扩张了 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心率一快 血管扩张 是不是血流就快了 所以说喝了酒之后 可能是改善了血运 但是它却不能够活血化育 这是什么 只是你的心率增快了 血管扩张了 你的血流速度增快了 那么你的血粘稠度高了 而且呢 出现了凝块 它是不会给你活血化育的 想一想 每次我们喝酒的人 喝完酒之后 有人就测量了 说血压也下来了 血糖也下来了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 血压也上去了 血糖也上去了 比它原来的基础血压 和血糖又高了很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酒 它是醇嘛 而且醇能够带走 我们体内很多的水分 不单纯是 能够把你皮肤 通过皮肤或者汗液 增 这个汗液带走 你体内的很多水分 它特别是 最关键的一点 把你血液里面的水分 也带走了 那你的血液粘稠度 会少了 还是会高了 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喝酒的时候 不但起不到 活血化瘾的作用 反而还给人体 带来一定的危害 所以一定要在喝酒的时候 要自己限量啊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们要保证 每天如果想喝酒的人 比如说黄酒啦 还有呢红酒啊 还有冰酒呢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饮品 去饮用 但是绝对不能拿烈性酒 当饮料去喝 更不能拼酒 更不能在一起酗酒 这样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在这里头 我还要给强调 有很多朋友说 喝了烈性酒之后 感觉到浑身 暖融融的 说能够 去寒 其实这一点呢 是因为烈性酒 它的度数比较高 您喝了之后 可能一时间有这个感觉 但是它只是 能够管你一段时间 也不是长期的 那么我们通过运动热身 通过运动改善 血液循环 这是最好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呢 还是要呼吁朋友们 我们年关临近了 在今年的这个春节当中 居家欢乐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餐桌上 想增加一些亮丽的成分 又不想要高糖的 又不想要高盐的 也不能用烈性酒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用一些饮料加热 还有喝一些鲜果汁 还有一些豆奶 如果说居家呢 有人说五酒不成欢 五酒不成喜 还有每种吃菜都不香 这可能都是一些传言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要从整个居家欢乐的角度出发 从每个人的健康角度去出发 饮酒呢不要过量 喝健康酒 健康喝酒 方能喝出健康 而且呢在酒精含量 和一些酒的浓度 还有酒的这个量当中 也给过大家一些值 比如说我们对于烈性酒来说 男性呢不超过25克 女性呢不超过15克 讲的是酒精的含量 那么酒精含量在这些酒当中 比如说我们50度的白酒 它的多少毫升就是15克呢 酒精其实呢就是50毫升 就是25克 那么25毫升是多少克呢 那可能就是12.5克 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去衡量它 在我们的啤酒当中 我们400 我们的啤酒当中啊 350毫升啤酒 就是15克一醇 那么750毫升 就是25克 所以要根据你这个量 去判断你应该喝多少酒 而且是你应该喝酒量的三分之一 来选择 一定是健康的 所以在居家欢乐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自己过度饮酒 饮酒之后呢 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然后给家人带来 给家人呢带来一些不欢乐的因素 希望呢我们在新春佳节 希望我们每个家庭呢 都过一个欢乐祥和愉快的新春佳节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